不过呢 菲律宾政府道歉诚意不足 今天呢 也在立法院引发了立委质疑 国防部 海巡署规划了护鱼联合操演 不仅派出了既德舰 康定舰 空军也出动战机护航 将扩大护鱼范围到北纬20度以南 展现政府的护鱼决心 这个 我们应该道歉 对于渔民遭受这样的事情 我们觉得非常的抱歉 菲律宾道歉诚意不足 相关部会也遭到质疑 有立委批评政府的护鱼作业 还是慢半拍 报告委员 我们不会示弱 所以说 刚刚跟委员报告了 今天下午我们的船舰就已经出发了 我们现在 这件事情发生以后 我们国防部也在检讨相关的这个 应变措施 应变的作为 我们也在修订这些具体的做法 据了解 这是国防部海巡署的护鱼联合操演 不仅海军派出既德舰 康定舰 空军也出动战机护航 预计将护鱼范围扩大到北纬20度以南 让渔民能够增加捕鱼的最大空间 最大空间 那你们要向南延伸 我想当然 我刚刚讲的就是向南延伸的意思 海巡署一再强调 渔船在哪 海巡就在哪 这回从平时转战时 编纳军方指挥 不仅宣示护鱼决心 也对菲律宾展现我国立场 绝不退让 有间TV蓝庸森王寒秋 台北报道